活力肥一天 现在吃上快点肉 为你和亲爱的家人健康下班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想和肉做客 选择补充胶原蛋白 要想发挥最大功效 营养师提醒 必须同步摄取维生素C 胶原蛋白在合成的时候 它是非常需要维生素C 作为一个辅美 一个帮手的概念 去帮助它合成 如果没有维生素C的话 胶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实是会下降的 甚至是会变得没有办法合成 在使用补充胶原蛋白的期间 我们也可以搭配 比如说维生素C 比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 奇异果 这些都富含的维生素C 可以一起使用 前程散尽 今生末路 这便是你我 千年纠葛 三世轮回 没事 没死去 原来这一切的宋明轮回 竟是如此 这一万年的秘密 的确该做不了的 真是一切 你永远 别想找我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到十点 中天娱乐台长月尽名 头条开讲最敢讲你的心声 我来讲 大家好 我是周益晴 欢迎大家收看头条开讲 现在我们两个小时 都准备上课了吗 请大家赶快坐进来 先帮我们来按个赞 好 按赞很重要 赶快先冲第一波 那么在第一个小时呢 我们赶快先把 按赞书冲起来之外 不要忘记哦 请教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请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加入我们头条开讲的会员 今天中午呢 有没有参加头条开讲会员见面会的朋友 赶快在这边跟我来报道一下 今天中午呢 这个十二点半到一点钟 这短短的三十分钟 好像话都还没有讲几句 然后节目就结束了 所以呢 每次就显而易见 就是非常的开心 那也希望会员朋友们 你们也觉得跟齐教官聊天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那当然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还没有订阅的 赶快要增加我们的订阅户 谢谢大家 那么在今天呢 还有要赶快再一次的提醒您 我们现在呢 这个祈福福袋的斗内 人无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所以呢 要把握这个机会 支持中天看过来 好不好 祈福福袋是这样 你在这个中天新闻网app的首页 不要忘记点这个福袋 点了下去了之后呢 它跳出五个给你看 那五种 欢迎大家随便选 都很棒 那么当然有重回52台 是蓝色的这个 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加 留下您的昵称 祈福的内容 写下一个这个祝福我们的话 这个大家都会很开心 因为什么呢 完成斗内付款流程了之后 不但会看到这个福袋 它会出现在我们的频道上面 我们的荧幕上面 而且这个祈福的留言 也会在下面的跑马灯出现 所以我们也很想看 赶快就请大家 要把握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教官再一次的感谢你们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三位来宾 都坐进来了 赶快为您一一介绍 首先欢迎的是赖月谦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次欢迎的是苑举正老师 郁琴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也欢迎借文集借大使 郁琴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 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印度的事儿 印度呢其实说真的 对于西方国家常常是不甩的 但是印度总理莫迪呢 他倒是要带领着印度 要往前冲冲冲 他希望能够在国际上面 大放异彩 而且要让什么排名啊 通通都要名列前茅 那他要向谁看齐 莫非是要向中国大陆看齐吗 我们赶快来看看印度总理莫迪 他呢最近跟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 见了一个面 结果呢后来他把这个影片po出来 两个人在谈什么谈AI 还谈数位基础建设 结果莫迪怎么说啊 他说AI人工智能 这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啊 印度要从中受益 而且他还告诉你 我莫迪呢还有个无人机计划呢 无人机 而且还是由女性来当无人机的什么 操刀飞官啊 来我先请教一下赖老师 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现在在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有AI 我们还要第四次工业革命 雄心勃勃 工业4.0其实就是工业革命 第四次嘛 那当时德国的总理 这个梅克尔有推出来 而中国是2025的一个计划 目前来讲如果说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领航者 其实应该是中国大陆跟美国 我觉得这是这两个国家 他是领航者 所以我们看到在AI的 全世界的排名 中美是要要领先 那印度还排不上位 但是印度从中受益 我们是同意的 但是他还是队伍的跟追随者 他不是领航员 那他更不是在于这个前端的 例如说全世界前十名的航列 我想他在这个领域中 还有一段距离 那所以印度加油 你一定很棒的 我想莫迪是最棒的 因为莫迪一向他认为 他可以上月球 因为中国上月球了 所以他也可以上月球 那他的月球车 一上去以后长眠不起 那他发现中国大陆 发展出歼20了 所以他一定要做出 一个光辉战机 但是就他在面前 砰摘下来了 但是光辉战机 还不是隐身战机 还是属于次一代的一个战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莫迪 他对于中国大陆 有的他都要有 这个雄心装置 我们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确实是莫迪的特色 但是能不能做到 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看不到 这个莫迪能够做得到 目前还看不到 不过他干嘛 副这个影片呢 就是告诉大家 选举要到了 选举用的影片 然后他可以跟 比尔盖茨讲话 这是莫迪无比的荣幸 可以跟比尔盖茨讲话 对莫迪来讲的话 那简直是我 你看我美国人 都那么重视我莫迪 比尔盖茨 都可以跟我讲话 当时台湾也有一个 当时台湾也有一个 也觉得感觉到 他是无比的荣幸 叫做李登辉 而且他在见 这个皮尔盖茨之前 还看的一本 就是有关于 数位电子的书 然后他说你看 我也看了一本书 我要跟你对证 你看这个 李登辉棒棒 很棒棒 所以当时也在台湾 被所有的大学教授 笑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李登辉 现在印度有个莫迪 都很棒 好 不过岳老师 这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莫迪其实当然 他要从高科技 发展其实不仅仅是AI 之前他已经谈过了 我也要有电动车 我更要有半导体 不是吗 高科技我都要有一份 印度来来来 都希望外商 能够到我印度这来投资 但另外还有这个无人机计划 他向农村妇女发放无人机 教他们播种 喷洒农药监看农作物 要提高他们的收入 那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 我就要说 这个怎么好像是 在向中国大陆看齐呢 因为说实在话的 你看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是有多少 新华社这就有资料 这公布过的 截至2023年年底呢 已有实名登记无人机 126.7万架 126万架 同比增长还是三成二 所以彭博的无人机产业发展 是成为低空经济发展重要的支撑 但反观刚才我们在说 现在才要开始启动 莫迪还是女性无人机计划 这真的也蛮特别的 然后根据印度媒体的报导 说什么呢 说这儿是多少妇女接受这个培训 110位 110位 好 来 赖老师 我非常希望印度好一点 我跟赖老师的心情是一样 但是我不晓晓为什么 每一次一听到印度这个名词 我就想笑 你知道吧 因为我是台大哲学系的 我学的是逻辑 无人机就没有人 那拿来的女性训练 跟女性无关 女性一定都是女人 对不对 大家要想到 这刚好的 110个女性数量少还是小事 凸显了跟男女性别的歧视 那谁超过无人机不都一样 怎么还找女性来训练 您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要专挑女性 我根本都无关了 既然是无人机 人都没有了 怎么还出现这个 所以这个消息我一看 就觉得很有趣嘛 对不对 其实也说明这个现象嘛 就是莫迪 莫迪 我跟你讲 莫迪在印度的话 莫迪是一个大极端的 一个印度教的主义者 在印度教的话 全世界的话大家都怕穆斯林 只有印度 穆斯林是很怕印度教徒的 那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在印度 本身我觉得印度之所以 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有一点不协调的现象 就是它原来在英国人 统治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 真正统一的国家 你知道像我们本身 我们在强调说是 我们中国这个 本身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就是统一的力量 是非常坚定的 就是说任何人 只要称自己为 不管是称雄也好 称霸也好 它整个中国长期来 几千年下来 它基本上大家文化思想 各方面都一致 包含了汉满蒙徽照里面 大家共识会很高 要做起事情来 你搞无人机 现在无人机谁不知道大疆 大家什么126万 1.7万 这是有登记的 没有登记的 我家还有两台了 对不对 是大疆的吗 我在猜想 因为大疆在全世界 无人机比率占了85%以上 对不对 你很可能不能 但当然那个性质上 简单玩一玩 拍个照片什么 这个还可以 但是这个无人机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值得谈的 因为我自己原来到了山东去的时候 他们那边的那个 他们那边那个农业单位的话 农业比较发达的时候 他们从薄种 除虫到什么 我在收割也是机械 但是有人在控制 薄种 除害什么的 早就用无人机 而且好几家的田 一起连在一起 整批整批的 我姐姐在东北的时候 我大陆一个姐姐 我在亲眼见过 他们用波索的时候 就是用飞机 就无人机这样子 哇好大 那个是滚滚疗河 我这个讲起来 就是不用比了 因为实在是太悬出 差距太大 而且甚至有网友都在问了 说画面上的那个是 大疆无人机吧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消息 真的是很有意思了 是好来 不过我们来看 现在根据这个 胡润全球富豪榜也显示了 印度金融中心孟买 超越了北京 成为亚洲亿万富豪 最多的城市 这个也要拿来好好的 大书特书一番了是吗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个印度有这么多的富豪 孟买能够超越北京 这却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我先请教一下介大使 就表示印度的财富分配做得比中国差 对 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 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 事实上比印度做得好很多 印度不是孟买现在富豪就多 自古就多 对啊 印度的财富就是 一直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收里面 他以前那个小邦伶俐的 每一个苏丹都是富可帝国 对这些都没消失 所以孟买有亿万富豪又不是今天开始 现在变得更多了 印度现在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贫富差距干嘛大 对 穷人更穷 有钱人更有钱 对啊 有钱人也在玩这些车子 在玩车玩奢侈品 奢侈品 然后这个市中心也盖了豪宅 可是呢 问题那些乡下的人还是一样 连个厕所都没有 所以更他们的财富更集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说亿万富豪增加 就表示印度的经济成长的 这个成果被少数人了 垄断 大部分人还什么 平民库没有减少 对不对 那些乞丐也没有减少 对不对 基本的公共设施也没减少 教育社会福利都没有减少 增加什么呢 亿万富豪增加 军费增加 就这样子 是的确 所以这个赖老师 印度显然他要面对的还有就是这个 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的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一个统计数字 可以解释一切 印度是14亿人口 中国也是14亿人口 可是印度的人均所得才2600不到 中国大陆是一万两千多 一万两千六 对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 平均 我们讲是平均 14亿人里面都比印度人多 一万美元 那这个数量是很庞大的 就等于是14万亿了嘛 对 那你想想看印度的这个 孟买的那个有钱人 会比北京还要多 这个代表说 印度的贫富差距 真的是很严重 是 我觉得这个贫富差距 这么的严重 不会是一件好事情 对 中印两国这个人均GDP 摊开来一对照 就很明显的看到 那个差别之大 那刚才其实赖老师补充了 就是大陆呢 一万两千多 可是呢 来看这个印度呢 就是两千 可能五两千六百美元左右 好 但是来看看 现在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 说中国席卷全球电商 APP的排行榜 哇 这个苑老师你看 哇 这个排行榜里面 看到什么呢 看到虾皮新加坡嘛 中国的企业出资的 这是第一啊 然后呢 下面是亚马逊的 没错 下面还有一个是印度的 是美国企业出资 而是第四 第五 天目啊 信啊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到了这边 你看是第八 是淘宝网 中国的 全球素卖通 甚至小红书 都是啊 然后再往下看 也是一堆啊 阿里巴巴拼多多 京东 通通都榜上有名 还有一个是咸鱼 咸鱼我不太熟悉 咸鱼啊 是是是 大陆的APP 这个APP 这个APP 如果大家都有用过的话 也可以跟这个 请教官来补充一下 咸鱼 来 所以袁老师 你看这个排名 新一色 你看上面一堆 都是中国大陆 我觉得你提了半天 都没提tiktok 就是说是这个 我跟你讲 大陆本身来讲 长期来讲 我觉得这是有原因的了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大陆的教育是拿理工教育当命稿 这个是本身来讲的话 这个APP的设计 我不会认为说 这代表什么特别东西 但是我认为大陆本身 大家年轻人 学了理工以后 也能够设计APP的话 那可以用得非常多 我跟你讲 包含了我们在台湾的境内 用的APP很多都是大陆的本身 现在是有很多人在反对 在抵制 如果没有反对 没有抵制的话 那恐怕就是 像新能源车一样 如果没有反对 没有抵制的话 我们在台北街头看了 全部都是比亚迪 我们说良心话 就这种情况 因为大陆这个发展的话 它不是单一的现象 它是整体一个大爆发 对不对 你这个整体大爆发的话 你会觉得说 它长期运营的趋势 这个趋势在一开始的时候 感觉是比较少的 就觉得很有趣 但慢慢现在发觉的话 你会发觉有APP当中的话 中国没有占百分之六七十成以上 都会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当中的话 有能力发展人多 人工又便宜又优秀 KPS又好 然后做出来的东西的话 信誉又好 尤其是我最近在大陆上的话 他们有一个新的方向 因为我一些朋友 他们在大陆上 他们会觉得说 我讲一个情况 大家就了解 所以很多大陆留学生 在国外的时候 他们都是靠卖大陆的东西 透过这种APP的网站 在欧洲的 在美国的 在东南亚的 在韩国 在新加坡 都是靠这种 自己都是做点小生意 包含在台大的陆生 他们也都做点这种小生意 所以说这里头 本身来讲 它是一个风气 就是说这个集结了 所有的做生意的 科技的 还有再加上 我必须强调 一开始的在科技上的 领先的超前 中国基本上 是一个后发的环境 所以政府一定要鼓励一下 鼓励的话到现在来讲 是进入一个 开发结果的时期 我一点都不意外 好 所以这很多年轻人 要增加收入的话 或者要赚点外快的话 或甚至是 把它当正业来经营 创业的话 也都非常需要 类似像这样的平台 是的 是的 刚刚这个月亮老师 特别谈到 它的重要性 其实不是只有你看 那个排名在前面 其实也是符合了 实际的需求 因此才能够 都获得大家的青睐 那也非常谢谢 真的有你们真好 我一发问 你们都帮忙回答 这个大家都说 咸鱼是卖二手货的 是不是 好多人这样说 咸鱼 咸鱼是做什么呢 用的呢 好 这个淘宝的 卖二手货的 有人说 请教官 这个咸鱼是 阿里巴巴旗下 买个人闲置的 二手产品的APP 很好的 这个吴献峰 我也有这样说 谢谢 谢谢大家 看到你们的资讯了 很开心 也很受用了 我来赶快看一下 下面这一张 那我就要请教一下 这个借大使 我们看到了 这个最近呢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是为什么要一直 在秀他的这个照片 这个 而且都是跟巴西的 总统鲁拉 在那里合照 你知道很多的网友 非常就是 觉得很逗趣 包括他们两个人 因为马克宏去巴西访问嘛 然后呢 还去了亚马逊 雨林去参观 还靠在一块 然后又这么样的 这个靠近 你看 那个手还这样握着 有人就形容说 这是在拍结婚照吗 马克宏就说 这就是一场婚礼 法国爱巴西 巴西也爱法国 然后此行 这两位领导人 还共同宣布了一项 对亚马逊高达 十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计划 甚至下面这一张 你看到 这两个人的手都还牵在一块 结果有人呢 就直接再把它重置 把它变成是 电影LaLa Land的场景了 好像这个男女主角一样 哎 这怎么会这样呢 那但是这一次好像显然 讨论度还蛮高的 介大使 对 因为他被调侃蛮厉害的 因为他这个两个人 十字紧扣的镜头 被这个 尤其法国的很多 很多这些 这网友拿出来消遣 就是两个人好像真的 像那种结婚的感觉 对 不过马克宏 基本上我觉得 我始终他认为 他就是说他很在乎 他这个 能不能够代表法国 把法国感觉 仍然是一个世界 这个核心强权 就是说还是在这个 所谓的第一梯队里面的强权 也就是说说难听点 就是中美英法书 对不对 他总是要争取这样子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他博取了很多 这种所谓的 世界的这些注意力 意思就是说 法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 第二个 法国的走到哪 大家都对他怎么样 很尊重 尊重 然后他出手也很大方 出手就是十亿八亿的美元 然后呢 所有的元首都把这个 法国的总统 还是奉为上兵 我想他在营造这样子气氛 谢谢 这个对他 就法国人在 戴高乐主义的容造之下 对他在国内声望的营造 也很重要 因为法国 曾经是欧洲第一强国 世界上 好像从来没有成为 帝国强国了 这个法国 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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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拿破仑 还可以了 还可以了 就是拿破仑时代是特别好 对在欧洲称称霸 就是说 他没有建立像 西班牙的这个无敌舰队 英国大英的国协的这个 日不落国 有美国今天这种盛事 就是说 以西方文明来讲 法国事实上 我觉得 就是拿破仑 可是拿破仑 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失败的英雄 拿破仑 所以 与其说 就是说法国 可能有他的文化自信 可是他始终 没有在国际上 占到一个重要角色 而且很多时候 都是被人家羞辱的 像这二次大战的时候 尤其近代 法国表现奇差 对不对 整个纳粹的军队走过 在巴黎走过 这个凯旋门 这个凯旋门在下面 这个纳粹的军队 在下面阅兵 对 然后最后 这个戴高乐 是靠英美的力量 把他送回去 所以法国的光复是谁 是英美的力量 让他怎么重新站起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点对法国人来讲的话 这个也就是 马克宏急于 营造一个 法国是世界强国 他本人走到哪儿 都是焦点中的焦点 这样的一个 行这种作为的目的 在这个地方 好不过说真的 这个宣传味味十足 但是呢 你说那马克宏 他想要表达什么呢 那最近当然 对于许多种种的发言 大家其实对于 马克宏 有很多的意见 但现在呢 其实法国是在关注着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了 因为法国的外长 即将要到北京访问 待会儿回来 我们要谈谈他的 后续的影响 而此外 当然就是你别忘了 现在澳洲 也非常积极的 要跟中国大陆 发展更好的关系 那你看现在门 不是又开了吗 但是现在 可不是只能卖酒 到中国大陆去 澳洲现在要乘胜追击 马上就提出新的呼吁了 但是中国大陆 会接受吗 我们再带回广告之后 继续讨论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凯 你知道胶原蛋白 会随着软骨的退化而减少吗 掌握增强行动力的密码 35岁就是个关键 你想要嫩Q嫩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体宇宙 虽然我常常写错字 所以我叫错别字 但挑选保健品 倒是没有错过 一天两包4D具有 专利胶原蛋白增强行动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闻 实际研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够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的原料进口 专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尔吨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属 西药检验SGS检测全都过关 品质把关有保障 成分单纯0000加 吃了超安心 无论你是银法族 还是运动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荐 因为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从现在开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计划 打造行动有感每一天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在法律面前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你是谁 我是天下集团的清洁人员 郑慧秀 我让你很丢脸吗 看到其他检察官的太太 和女友 我就会把你跟她们比 朱世英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得到她 得到她 我就能得到全世界 代表是您吧 阻碍我的人 这不过是个开始 好我们线上的网友们 真的很多人都在这边聊 跟我们一起加入讨论 很棒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 多多留言表达意见好吗 不要忘记 还有按赞这件事情哦 很重要哦 好那就请教一下 这个赖老师咯 那现在法国到底是怎样 眼睛还盯着中国大陆哦 你看 不是之前已经释出讯息吗 说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渴望在五月访问法国巴黎 但是现在大陆方面 没有官方的承认之外 倒是已经先看到了 是法国的外长 在大陆外交部这边 已经宣布了 说是印王毅的邀请 4月1号 这位法国的外长 要去法 这个大陆访问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在 为即将可能举行的 中法元首峰会再铺路了呢 蓝老师 我觉得本来马克宏在去年 到中国大陆访问是很成功的 中国很有诚意 很热情的接待 而且规格都很高 我们也看到马克宏去的时候 习近平几乎陪他很长的时间 这代表说很看重这个国家 也很看重这个领袖 那法国人在欧盟 因为以德国现在的情况 是弱势的总理 本来德国是强大的一个德国 但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理 那因此法国就想取代德国 成为欧盟的一个领导国 27国 欧盟一个整体的力量是不小的 那如果法国成功的成为领导国 那中国大陆跟法国建立好的关系 这个对改善中国大陆跟欧盟的关系 绝对有帮助 而且这个帮助会形成一股力量 去抵抗美国所推动的这个新冷战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大战略 那成功的访问之后 回来就变卦了 就翻来覆去了 那当时在那广州的那茶会 好像那个味道就有点走样了 就走味了 那法国人认为他是在搞外交 他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手段 是很灵活的 我一方面我跟你热情的拥抱 欣赏你的音乐 你的古增 我们都同样是文化的大国 然后很有品味这样子 好 但是问题就在于 本来两国的合作很好 而且当时习近平 已经同意要回访了 对 因为马克宏要走之前就邀请 那习近平已经同意要回访 他一回去以后没多久 他就推动去找这个冯德莱恩 说要对中国的电动车 尤其是电池要制裁 这个已经激怒了中国大陆 那激怒中国大陆 当然就马上反制 那白兰蒂就给你停了 对 应该是 全部都停了 全部都停了以后 对法国人来讲就吓到了 就是说中国大陆反应之快 迅速之大 力量之大 然后接着呢 就是说没有改善 还有下一步 好 那现在的情况是 法国要放出讯息 说五月份 习近平要到法国去访问的时候 完全没有回应 怎么办 现在问题就是怎么办 他说我香槟已经准备好了 等着你来 要解开嘛 所以本来理论上讲过去 传统的外交程序 通常都是王毅到法国去 为习近平先开路 这倒是 我们叫做前锋 过去都是这样 那由于目前的关系 是将在那里 所以变成你法国 还要再跑了一趟 法国再跑了一趟 谈好了 都没问题了 王毅才会到法国去 那都谈好了 没问题了 这个时候习近平 才会去法国 所以我觉得 法国人自己找的 坦白说 我自己留法 我自己知道 自找的 就是自己找的 自己找 自己找麻烦 解决问题吧 所以你要自己解决问题 现在看的就是说 这个法长 外长来中国大陆 能不能谈得好 谈得好 王毅才有回访的可能 如果谈不好 那王毅回访的可能性 就不大了 听赖老师的意思是说 还有变数 看看这个外长来 表现得怎么样 表现得好的 那就有续集 法国人太多了 很难搞 法国人太多 那院老师 那你觉得 澳洲人怎么样呢 澳洲这次表现 算是不错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澳洲的红酒 就把门开了嘛 那现在可以 进到中国大陆去了 可是呢 现在路透社 这边有一个报道 说他们的政府官员说 澳洲正致力于消除 供应商向中国大陆 出口的活龙虾 还有牛肉的障碍 才一天呢 北京说要取消 对澳洲葡萄酒的关税了之后 他马上就跟进了 不要忘记了 还有我的活龙虾 还有我的牛肉呢 都在等着 要出口到中国大陆 要给中国大陆消费者 好好尝尝的意思 相对于复杂的法国人来讲 澳洲人脑袋简单多了 真的是我们讲 我们必须坦白讲嘛 就是在疫情期间 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澳洲的总理 姜莫里森嘛 那个不晓得是吃缩药 还怎么回事 跟着美国一起 在那边搞中国嘛 搞完因为中国觉得说是 就是说对于美国 我可能没什么办法 但是中国对澳洲 可有办法多了 通通都禁止了嘛 我们现在随便讲几个嘛 那叫红酒对不对 来讲什么牛 龙虾 牛肉 我现在班上就有个澳洲人 他自己老早就告诉我说 澳洲因为不能够 跟中国做生意 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了嘛 所以现在新上来的这个总理 叫阿尔巴尼斯 然后他们外交部长黄一贤 基本上他们都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说听了美国话 没得到什么好处 然后得罪了中国损失一大堆 那现在的话呢 他们一眼看怪怪不得了 旁边的人有信 人家从头到尾没吃亏什么东西 那他们自己有样学样 那不是很容易嘛 他们就是获得了 美国基本上的一个认可 然后你现在的话呢 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在 他这个当然有个下台阶了 他们把这个状告到WTO去了 我最近不是听到澳洲 把这个状告到WTO 我以为WTO都结束了 你知道吗 我最近听到WTO 是因为我们介大使 提到他在WTO干过几年 否则WTO已经好久没运作了 现在居然有模有样 还做了判决 判决还中国胜诉 下台阶以后 就刚好就成了这个样子 一判决完以后 然后没几天红酒就解禁 澳洲的红酒是很大宗 从最贵的到最便宜的 都是澳洲的 那他非常需要这个 对不对 然后现在的话 要开始要求牛肉 龙虾 铁矿 什么所有的自然能源什么 澳洲本身就是个能源 极为富裕的国家 对 安哥沙克森占据 一个州被幾千鸟人 就占了满满的 对不对 那你还得了 所以说他现在东西要卖出去 澳洲对中国的坦白讲 地缘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中国的话 要想不买澳洲东西是可以的 但是基本上买澳洲东西方便 它什么都有对不对 你说铁矿 从巴西进口跟从澳洲进口 那不是价钱的问题 那就是距离的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澳洲现在学乖了 那很明显 就是看得出来就是 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 下台阶也有了 东西也卖了 但是澳洲人比较直接 他不会像法官那么复杂 死要面子 澳洲人不要面子 因为我必须坦白讲 大家也知道澳洲 这个国家的人是怎么来的吗 是 对不对 他不要面子是可以理解的 好 线上的这个网友们 你们觉得 那现在呢 澳洲已经又发出了 新的呼吁了 那么中国大陆 是不是这门也要开呢 你认为会的加一 你认为不会的加二 那介大使你的看法呢 你觉得呢 应该是会的 就是说条件要谈拢了 你看中国大陆过去 差不多将近两年嘛 对过去对澳洲惩罚性的 这种贸易措施 大概能解的都解的差不多 最大的就是这个葡萄酒 那澳洲牛肉来讲的话 事实上中国大陆 我这个龙虾市场 我不跟你澳洲 也是别的国家抢爪 什么越南啊 什么纽西兰啊 也抢爪啊 中国大陆龙虾不够吃啊 尤其龙虾品种那么多 那你那个牛肉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进口很多牛肉的 美国牛肉 阿根廷牛肉 对不对 智利牛肉都有进啊 那我今天就是说 让你澳洲进口 我今天进你澳洲的 事实上并没有让 中国的牛肉产业受到受 而是让其他的外进 就是说对中国输入 输出这个牛肉国家 它获得好处 就我们台湾一样 我们台湾事实上 市面上93%的牛肉 都是进口的 本土牛只能供应7%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进澳洲牛肉的话 那就是美国牛肉获利 你进美国牛肉的话 就是澳洲牛肉获利 所以你不必去 让美国人得到好处 所以中国大陆来讲 我觉得他现在是 还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 因为王毅讲了一句话 很重要 我觉得这句话是最重中的 他说希望澳洲不要走回头路 什么意思呢 是 就是说 你现在开了 那你又回头路的话 到时候你拿到好处 你又走回头路 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 以在外交上的话 一定澳洲要做出很多保证 这些保证都是 不是给你什么君子 gentleman steel 他都要白纸黑字 我觉得这是一个外交谈判 一定要有罚则 这个是外交谈判 所以最后两个他不会这么容易放 因为李强马上要去了 所以这些送礼就是等于说 李强去澳洲之前 先给澳洲的一些田图给 所以本来可以王毅 前两个礼拜去的时候 就答应了 王毅很聪明 王毅他不做 这个人情会做官的人 这种好事都留给长官去 去收获 不是自己在那边 王毅区那边 王毅区那边 什么好人都你做了 那李强还有什么东西 他就是到那边去 把一切都打点好 都谈好了 然后其实就是直接 替李强铺路 长官去 然后就直接把他拍板就对了 而且跟澳洲讲 你对我的新老板 你要如何如何如何 千万不要走回头路 他这句话是有教训意味在里头的 好嘞 不过现在呢 当然我刚也看到 我们线上这个网友们 好多都是什么 都是说认为是会 但也有看到说不会的 所以这个加一有 但是也有加二的朋友 谢谢 谢谢大家 不过来请教一下 这个赖老师 刚刚我们其实谈到了 很多很多的这个 中国大陆 跟这个包括法国 包括澳洲 其实现在当然 都是希望能够促进的合作 可是对美国 其实也是啊 也希望能够促进合作 但美国其实现在就是很怕 中国大陆的什么 跟他的竞争 就把他讲成是一种威胁 那如今呢 我们看到有一位清大的教授 他在博鳌论坛上面 他就直接说 他说美国是一只老虎 中国也是 那么这个呢 他说中国的经济跟科技 其实在最近这几年 是突飞猛进 所以他说美国是一只老虎的话呢 中国也是一只老虎哦 而这个老虎是不是会持续的壮大呢 因为他这样讲也不是没有理由 中国大陆的科技实力 确实大家有目共睹 你不要说是车业 汽车业 其实光是在讲高科技里面呢 你看下像华为 华为的表现啊 根据韩国这边有个媒体 他引用了市场研究公司的数字 就说2023年中国华为 以31.3%的份额 位居于全球通讯设备市场的第一名哦 是拿第一 然后呢韩国三星占6.1% 已经排到第五名了 而这里面都还没有算到什么 都还没有提到中芯国际哦 因为呢这个中芯的话 有13.9% 所以如果把华为加上中芯的话 他这个市占的份额 已经将近45%了 这快占一半了 在全球占了快一半 而且在今天呢 稍早也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数据 这个呢是华为在今天 他所公布的一个财报的资料 那结果呢发现 他在今年我们看到 他官网上公布的 2023年财报 全年营收人民币7042亿 年增9.6% 而获利 净获利 人民币870亿 跟2022年相比 获利年增达百分 多少 1.45倍 大家可能对这些数据无感 但是呢 重点是这一句 他已经回到之前被美国制裁 晶片前的水准以上了 这是华为的表现 这就是华为在高端手机 这个部分的成功 这个60已经成功了 现在生产线要停掉了 马上要推70了 这叫做蹭蹭去挤 然后拉大跟这个苹果的一个差距 所以我们也看到库克他的压力 确实很大 很大 所以他一定要到上海来到中国来 说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人 这样的一个情形 一种表态 一种姿态 我们欢迎 我觉得如果李强 能够成功的到澳大利亚来说 会缓和改善 中澳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好的关系 我们都欢迎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其实我们最后的 我们最希望的 就是能够改善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两国的人民 有好的交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都很乐见的 但是现在对美国人来讲 他苦恼的地方是在于 中国不是前苏联 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 14亿人口 美国才3亿多 国土面积中国 比美国再多一点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中国并不是全力在发展 军工企业 而中国在国防投资 这个部分 占的GDP比美国少很多 我们不到二 而美国已经快到四了 那等于是中国大陆在 国防工业 军事工业 这个部分的投资 它的空间很大 它还可以再扩大 那还没有在扩大的情形下 中国的科技能力 也已经赶上美国 很多的领域已经超过了 好 现在被最主要的是 两个领域 一个是AI 而中美是并驾齐驱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量子科技 一个是量子计算 美国原来是领先 而且是领先很多 现在已经是势均力敌了 这次都是引用的都是 美国人的自己的资料 还有国际之间的一个 科学上的资料说 本来美国是很领先的 现在中国势均力敌 而在量子通讯这个部分 中国超过美国 而且是遥遥领先 因为中国的量子 卫星已经打上去了 北京跟上海的量子通讯 已经在做测试 美国还没有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各位观众朋友 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是全方位的进步 C919也出来了 高铁也出来了 船的建造 连大邮轮的 中国也制造出来的 货贵人也做了 LNG船直逼韩国 现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 中国大陆几乎都快变成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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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第一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对美国人来讲 它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清大的 这位教授他的分析 我觉得是很客观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美国即使在把你G7 都拉起来 要对抗中国 你也赢不了 了不起就势均力敌 更何况 你在全世界 一百九十几个国家中 你能不能拉进来的 他估计不会超过 二十个国家 可能就十几个国家 那也就是说 一百多个国家 他都愿意跟中国大陆做朋友 这个就跟前苏联 是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苦 就苦在于说 中国不是前苏联 对 早已不是当年了 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中国在亚洲 在拉丁美洲的朋友 比你美国多很多 这样的情形 那中国大陆 当然对美国人来讲 是怕死的 恐惑症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美国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中国大陆 对美国领土没有野心 好 不过在高科技的部分 其实在现在 目前也看到了 就是在汽车夜 这个真的是追赶的 非常之惊人速度 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谈更多 那么同时呢 在今天还要来 赶快要澄清一个谣言 到底是什么谣言 我们稍后告诉你 马上回来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肌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好康五村想不停来咯 春游怎么能不吃甜食手摇影呢 推荐您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朋友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维持健康基础超容易 请上好康五村专区聪明下单 任选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快点购现在买最划算 好康优惠真的想不停 五月十日晚间八点中间娱乐台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儿 好来谢谢线上的网友们 大家不要忘记继续再帮我们按赞来冲刺 不过刚刚我在讲的就是这个 汽车业的发展 最近我想这个网路上面讨论度很高的 莫过于这款车 这小米的新车推出 当然这个网友们议论纷纷 有的人想说要退订 但是没有拿回定金 所以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 但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 主要就是在这一次呢 一推出了之后呢 这个小米的雷军 就被有这个很多的网友 把他说成雷军是雷神索尔 还抽上了热搜 热卖随之刷屏 开卖首四分钟订单突破一万辆 二十七分钟超越五万辆订车 还有骑手叫柯杰 也说想要下盘棋 那这样输了的话 就要奖励他一台小米车 结果呢 这个激励了小米的ADR股价 大涨12%以上 这个也是看到 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成就 我想这个线上可能就也很多的网友 对于这个车款 当然比我还要更熟悉啦 不过呢 我实践的关系 我就没有办法要继续 这个请教我们这个 两位现场的这个来宾来谈 包括这个苑老师跟介大使 但是我要请教他们另外一件事情 是最近大家在关注就是 巴尔蒂摩那大桥 怎么说断了就断了 我这一撞就断了 这一断是不是断了 这个很多运输业的大动脉 对 那今天呢 当然你知道这个阴谋论 居然出现了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一次呢 撞他的这个达利号 这一撞了之后 当然造成了这个 很严重的这个事故嘛 可是呢 这个美国方面宣称是意外 然后最近网路上面却有流传说 中国是事件的幕后黑手 这样一个说法 在这个社群平台X上面呢 就有一个账号 陶喵先生推测 黑盒子的航行数据记录器 从传感器切断 并重新打开 加上停电和呼救的情况呢 说是可能中国用牵引技术 操控船舶精准撞向大桥 然后甚至还说到 你知道吗 那个船 船运公司执行长 就是日前发生意外事故 而身亡的赵安吉耶 还夫妇两人都参与 中共军工产业 所知内情甚深啊 所以就怎么样 把他导向跟中国有关啊 苑老师 我觉得这是阴谋加阴谋 双丑阴谋 双丑阴谋 大家都知道 赵安吉是谁的妹妹啊 对不对 然后赵小兰 赵小兰是谁的老婆呢 对不对 美国这个 应该是民主党的吧 在这个参院里头的领袖嘛 对不对 那其实的话 跟这个佩洛西也是好朋友 也是位置很高 有的人就在讲说 从他们赵家开始的话 就是所有华人 在美国的最高层的人 然后赵安吉突然 开了个特斯拉 淹死在自己家的 附近不远的湖泊里头 有人就开始做文章 说是这个 就是磨砂什么的 理由的话 扯到恒大去了 这个船本身来讲的话 我自己是教书的 我不愿意讲阴谋论 但是我只就我所知道来讲的话 这个船在撞上桥蹲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它是在满满满满 货柜的情况下 要通过这个船 这个在一个这么重要的 这个港口里头都可以看得到 它基本上的话 它有人监控的话 要是有危险 过那个桥本身高度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否则你根本就 它自己也不敢去 但是它是走了一段时间后 突然好像就撞到一个桥堆 啪就这样子垮掉了 你现在电视上可以看得很明显 然后这个当中的话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阴谋 就是我这个不忍心讲 拜登总统有一点糊涂 来怎么回事 他讲说我以前从Dalaway Dalaway到纽约去的话 都是坐这个 到华盛顿去了 他都走过这条桥 然后有的时候坐火车 有的时候开车什么的 人家讲说这个桥上 根本就没有铁轨 你哪里冒出来的火车 所以说这个拜登话 火上加油 就被指为说谎 这个大家刚好 因为这个专辑的爸爸 就是传运公司出身的 然后刚好这个美国现在的话 就莫斯科来安排了 来了一个大的这个 这个产物人道的这个 音乐厅屠杀案 然后这个恐怖攻击的话 又把它联想到这个 美国也受到攻击 就把这个两件事情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然后拜登想成绩一下 又讲到呼里巴都的 制造出这种感觉 好 而且介大使你看 甚至还有说 先将这个大桥坍塌责任 归咎于中国 结果后来一查 根本不是图片是卫造的 图片是卫造的 卫造的 然后又要说 跟中国大陆有关 而且我刚刚去讲扯吧 因为那个桥 请问一下是谁建造的 然后那个船 那个船本身 它去撞那个桥 但是那个船是谁建造的 是韩国的现代重工不是吗 建造于2015年的船 你知道它船员是哪国人 船员啊 船员24名船员 没有一个中国人 全部印度人 所以你那边找到 找到一个中国船员的话 那更有得扯了 对啊 所以最近 还好没有 网站网络上 一直在传一个梗图 就是说这个是 对中国最好的事 就是说这一艘船 第一个是韩国造的 第二个 船员全部是印度人 跟中国完全八竿子 打不到关系 要不然的话 这个造船事件 一定是中国的阴谋 结果美国多厉害 还是照样想出理由 把赵安吉刚刚死了 人都已经不在世上 也扯出来 对 所以我跟你讲 起始民主制度 到最后 人人都有一个本领 你知道 因为它是强调 长期的持续斗争 不断革命论 因为这个选举就是 共产主义的 不断革命论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 叫妖魔化 我跟你讲 这个妖魔化 你只要今天犯照它 它就是先把你妖魔化 你想想看 今天拜登 天天在妖魔化谁 妖魔化川普 川普在妖魔化谁 妖魔化拜登 美国这两个党的妖魔化 本领都是一流的 你只要爱照它 才不要妖魔化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是美国 这个美国政府 朝野想要打击的对象 它是要干嘛 就妖魔化 所有坏事都给你扯上边 对不对 连龙门钓 连起重机上面 都可以收集资料 对不对 国安威胁 国安威胁 我老天啊 然后最后说 你随时三百辆车子 让美国的这个 在中国制造三百辆车子 通通停在路上 这个真的 就是在美国这个环境 你才知道 美国的政治人物 它必须具备一个 一个过人的本领 你就是妖魔化你的对手 确实是 这就是一个 一个社会 其实 这孔夫子讲的最好 这种法治国家 这个孔夫子对法治是 导致以行其之以法 他说 免而无耻 这个就是 美国这种就是说 导致以行其之以法的国家 那可是他又要不断的革命 最后就怎么样 就用无耻的方法 来怎么样 来达成手段 好 赖老师 刚刚这个介大使在讲说 川败两人现在互斗 所以互相妖魔化 那现在是要怎样 要来较量 看看谁有他的募款能力 你看像今天 你看光是拜登一个 比不过川普的话 那三个对付一个总行了吧 所以三位总统齐聚一堂 同框了真难得 纽约的募款活动上 看到了欧巴马 柯林顿他们都来了 然后但是虽然说在这个现场 我们看到是有不断的嘘声 还有呛声 但是主办单位已经说了 就这一场 穆德超过了2500万美元 而这个门票 事实上 你说从250美元起跳 我看不止 你知道这个 这个说实在话的这一场 你知道50万的门票 门票是50万 然后呢 他是来了这么多的人 多少人 5000人 我看到报道说5000人 募得2500万 就一个晚上2500万 但是你知道 这个现在呢 不只是这个50万 还要什么 三位总统跟你一起拍照的话 哇 你再多付个10万 10万美元 还真的有人很愿意这么做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募款 哇那个CNN就在报道说 你看你看三个加起来 然后呢一个晚上2500万美元募到了 但是呢这个川普啊 他就是一个二月份 光是这一个月份 也才2000万 所以2500万美元 好厉害喔 好像很了不起喔 但是这就是美国的这个选举的方式 募款能力对于美国来讲 也是一个参考的指标之一 也就是说对于他的人气 还有支持度 支持力道 跟他之后的选举 他能够活动的空间 都有关系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们很重视每一次的募款 以及每一段时间 例如说每个月 每一季就会一个结算 然后看他的总募款金额 之前这个川普的募款能力 比较强 可是自从他的官司 开始出来了以后啊 那情况就越来越糟了 因为他有很多官司 是涉及到诈气的问题 尤其是他的诈气案 对于川普的影响就很大了 那目前来讲 川普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跑法院 还有就是他的罚款 现金没有那么多 他的总资产额是不少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的现金 并不那么多的情景下 那他要把那个钱要缴出来 目前还在筹这个钱 所以他在二月的时候 他只有一场活动 也就是说只有亲自去一场活动 那这样的情景下 你要把他来跟这个拜登 几乎都在做募款活动来比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不太一样 因为川普几乎都被官司 被绑住了 他官司缠身 我觉得未来的情况来看的话 要看川普能不能从司法 这个地方来脱身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募多少钱 你要去听听看你的选民 发表的是什么样的诉求 他们在那里呛 然后他们完全就是末世 顶多就回去 然后就继续在那里募还 他们是高级的政客 政客就是做这种事情 对高级的政客 不会理会底层的人的意见 例如说在场外里面有很多人 他买不起这个票进来的 或者是只能买进去的票 然后他买花这个钱去买 就是说250块美元 买进去的票的目的 是为了表达他的抗议 那更多人是250块也买不起 他就在场外那么进行抗议 可是能够上台去拍照的 那就是10万美元起跳 那那个就是有钱的人 那他要这些照片 摆在他们家客厅 或是摆在他们办公室 代表什么呢 他跟他们有关系 所以这是美国的这个政界文化 跟商界文化的一种表现 好 约老师 那我们看其实现在呢 就连美国国务院 自己里面的这个员工 那么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因为什么 看不得美国这样持续的 这个力挺以色列到底啊 所以呢 现在呢这个杀戮又不停 美国国务院这个 从事中东人权议题的官员 就在27号辞职了 那么后来呢 这位女性她接受 华盛顿邮报访问 她说只要美国继续送出 源源不断的武器给以色列 那她在那边一直去 关注着人权有什么用呢 毫无意义 没办法继续做了啦 试图倡导人权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呢 她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因为她多次表达 都没有办法呀 之前布林肯也曾经承认 可是呢 这是美国国务院内部的员工 看不下去 干脆离开 但我就问 该离开的是她吗 还是她该留下 其他人才该走 我觉得从去年的10月7号 哈马斯攻击事业开始 照一连串发生事情 那对美国来讲的话呢 就是大家真的认清了 美国的真面具 真面目了 美国的真面目的有三点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的的确确就是 真的美国是完全受到了 美国的犹太人控制了 这是真的是一个大家 一开始原来我们听到 都是耳传了 耳闻觉得美国的犹太人厉害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美国的犹太人 真的很爱以色列了 非常非常爱国了 这个也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看那个飞机 接到兵单以后 从纽约坐飞机赶回去 打仗的人也不少 台湾就没有这种精神了 是 洛杉矶回来那些台客人 不会太多的了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以色列的话 真的是发狠 发疯了 我跟你讲 讲良心话 我这个因为什么呢 因为前不久 有美国自己空军 有一个这个资讯兵自焚 自焚 大家就不敢再提 因为这个所有的抗议当中 最激烈的就是自焚 而且他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 那现在的话这个引发了 因为美国现在整个媒体 就是想办法再压这种 反对以色列的声浪 就是以色列自己本身的 犹太人厉害到 连哈佛大学 连什么什么 宾州大学校长都赶走了 对不对 这个实在是已经 我不晓得该怎么讲好 因为美国本身来讲 为了这件事情 因为到今天 是回到头的摘戒月 以色列居然还讲说 摘戒月打最容易 他不吃饭那么刚好 那真的不要再谈了 因为对于这个人权 你还是说什么 美国当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世界警察 人权大国 我觉得 就很讽刺 自己都讲不下去了 没有一个美国人 现在还有理由 再讲这种事情 都不想跟你讲而已 好 不过接大使 你看美国一直不断地想要 跟中国大陆来竞争较量 但中国大陆 是什么时候开始崛起的呢 你看 这前国外会秘书长丁渝舟 他发表了一段谈话 他说 美国在台海军事优势快速下降 1999年 中共大使馆被美国给炸了 这让中共奋发突强 那么后来就在这个军力上面 突飞猛进 这是二十多年来战力消长 让美国在台海优势快速的消失 所以政治领袖最高的目标 应该是要懂得避战才对 他讲的那个事情 不就是在当年 这个美国轰炸 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的大使馆当时吗 所以是让这个中国大陆 他的看法就认为说 就是那个时候 中国奋发突强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整个国防策略 随着国家的发展在不断的改变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一开始中国大陆 在毛泽东决定下打韩战 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因为他怕整个美军 从中国东北地方又灰龙了 所以他事实上 这个是先保持国土完整 然后跟美国为敌之后 基本上美国有核子弹 所以中国大陆用核子弹 都是防卫性的 那么让别人不敢惹中国大陆 可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以后 事实上的话 中国力量投射到全世界的时候 中国的军队就变成要 他要防守的中国利益 已经超出了中国的国土 所以海军空军 各种军力的投射的动作 就大幅的发展 所以我想这个是中国 整个国防目标跟策略的 这种演进的 主要还是中国国力的 不断的发展 中国有一点特色 也就是不穷兵独物 也就是说这个基本上 这个整个防卫策略 基本上跟本身的国力 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与时俱进的 没有是因为要搞这个大国 搞这个武力去搞霸权 发展国防的 今天就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它第一个海洋的控制权力 全地热血 红西北起保 桃园接放 汇聚你我热血 逐线支持 让爱流动 苗栗响应 均雪尘埃 台中商品 热血英雄 高雄最终善 爱心不见断 热血不爱会热血 大大洗手 让爱会流 均雪加年华等您来参加 多变的天气 一顶帽子让你温暖又有形 戴上中天文创 Keep going 继续休闲运动帽 跟家园主播一起帅一波 拿在手上成为时尚配件 随性搭出个人风采 粉色运动帽搭配同色系背包 都会新女性也可以很柔美 个性黑 帅性做自己 你就是闪耀的焦点 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系列 运动休闲帽 个性黑 樱花粉 奶茶色 三款配色即刻入手 请上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上次再问我的手机雷 手机又跑去哪里了 自从有了手机挂绳之后 再也免烦恼 它永远在我身上 中天文创 Keep fighting 系列的手机挂绳 Live活力放送款 有烟熏红 星空黑 两种配色 Live的立体小logo 可以随意的调整位置 潮牌的设计风格 让您散发 与众不同的气息 还有百搭荣耀款 经典黑 这款就特别适合 喜欢追求简单大发 又追求时尚跟个性的朋友 单扣双扣都可以使用 这两款都特别挑选了 2公分跟2.5公分的 宽带织布设计 让你的肩膀脖子 可以更轻松舒适 那同时它的金属配件 搭配的是高质感多功能的 亚光雾面扣环 品味大大加分 KIT FITING 夹片 挺你自信做自己 好朋友们 赶快上快点Go 选Go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有折扣优惠 頭条开讲最敢讲 你的心声我来讲 大家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大家收看 第二个小时的頭条开讲 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来按赞 谢谢您的支持 那么再来重复一次 我们现在呢 持续有福袋的活动 需要大家多多的响应 上次我们在推这个天灯 结果受到大家的热烈的欢迎 这次呢 我们第二波 同样有祈福福袋 希望大家一起来祈福 一起来许愿好吗 请教官再一次跟大家 说明一下这个办法很简单 这个祈福福袋呢 大家可以同我们的中天 新闻网App的首页 先来点选这个小小的福袋logo 你点进去之后呢 会有五种福袋 让您来选择 那如果说您支持我们中天 能够重回52频道 那么请点蓝色的这个福袋 好这里面有五种 让您来选 里面呢 有留下昵称跟祈福的内容 好那么这个资料 一些号马上在完成抖内付款流程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福袋 染染的飘起好升空了 那么这在我们的头条开讲的荧幕当中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好那这几天呢 其实看到了不仅仅是有福袋哦 而且就连下面的这个留言 都可以透过保好码灯呈现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愿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今天第二个小时 每个三位来宾就赶快为您一一介绍 首先欢迎的是前立法委员 蔡正元 委员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为您介绍前空军副司令 张延廷将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次欢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红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首先要看什么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 中美两国现在这个外交官高层 先来一个对话 最近事情多 所以也很需要沟通一下 那么我们看到彼此都谈了些什么呢 好看到这位上任不久的 美国副国务卿Kirk Campbell 他是跟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两个人在3月26号通话了 透过发言体系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好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他就说这两人通话呢 维持美中沟通管道畅通持续性 负责任管理双边竞争关系 就美中关系区域全球议题 双边分歧领域合作面向来做讨论 那么坎贝尔他强调了 维持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重要 也表达了对中方对俄罗斯国防工业支持的担忧 好美国说了 但是大陆的声音也要听听 所以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 我们看到林剑呢 他则强调的是马昭旭在通话重点 就台湾经贸科技涉港南海等问题 都阐明了中方的立场 要求美国要遵守一中原则中美三公报 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犯安全化 停止在涉港问题上说三道四 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而不是相反 而不是相反 当然美国所关心的朝鲜的问题 乌克兰危机相关的问题 也都有表明立场 蔡委员你看这里面几乎 你关心的他们都讨论到了 都沟通了 可是是各说各话吧 而且其实看到中方的表明立场 这个里面呢 特别谈到的就是南海的问题 其实呢 你说是要维护这边的和平 可是你不要做相反的事 甚至连香港涉港的问题 都被提到了 蔡委员 我来用白话翻译一下 他说美中关系区域全球议题 双边分歧联益 合作面向讨论 超级文言文 我们把他白话翻一下 就是坎培尔说 兄弟 你可不可以不要卖武器给俄罗斯 或支持俄罗斯打仗 然后中国这个马朝旭就讲说 你可不可以制裁我华为 不要制裁我那么多公司 然后这边讲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整天 这个欺负菲律宾好不好 然后中文就讲说 那是我的岛交 你叫菲律宾不要过来闹我好不好 对话大概内容就是这样子 台湾问题就更经典 美国已经讲说 你不要动不动一直在那边绕机 弄得大家心里不安 万一擦枪走我怎么办 大陆讲说 你叫赖清德不要搞台独 他一搞台独 我在大陆民意的压力底下 我不能不这么做 然后美国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中的时候 节制一下 他说好好好 我这个烙台次数少一点 我这样翻译你也许觉得很好笑 可是这个就是本质 我们对话 我一直跟很多人讲 大家也觉得好像 好像我讲得有点太乐观了 你仔细想一想看 中美之间有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深仇大恨 没有 那你说要叫中国大陆朋友们 对美国反美前去像对日本这样 可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气 对一个人的气有个上限 他没有办法到那种地步 说我会跟你美国打一仗不可 回过头来 美国是把中国看成什么 你以前不是放牛班的吗 什么成绩也好 坐到我旁边来了 变第二名了 我快受不了了 给我很大的压力 我当然恨不得要捶你两拳 可是美国想一想 我捶你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对 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形产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反中反中 问题是 美国的华尔街的大老板 每一个都亲中 一样大陆一大堆民意说 反美反美反美 大陆大部分学者都亲美 写了很多文章都是这种情形 不一定是工资 因为有些工资 从哪里来我不知道 我想说真正研究国际关系的 一些著名的学者 而且被大陆的中央政治局 是类为参考名单的 大部分谈论美国 并没有反美的色彩跟异象 大陆在这种战略规划 也没有说我会跟你美国 赌个输赢不可 从哪里没有 日本人我就不敢保证 会有类似这种很特殊的现象 所以表面上很热闹 但双方人都在自我控制跟约束 跟美国跟俄罗斯 完全不一样的形态 他们涉及的问题 比中美问题复杂很多 只能归根究底 因为太平洋实在太宽了 有够宽 两边要吵架 打架相对的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美国一定讲说 你们中国不要整天 跟小金胖子一比跟我出气 中国说我哪有 我对他我也不一定能够接受 对不对 你不要诬赖我好不好 上次六万会调 我要帮你忙 美国就说 那你这次给我再帮个忙 大概就是这种情情 香港问题 其实我跟你讲 英国声音比较大 美国声音其实都是 有点要交代一下 应付他的参众眼交代一下 大陆讲说哪有哪有 黎智英的事 其他事 你们美国西洋都插一脚 美国就说 没有没有 我都撤到台湾去了 他们现在住完 台湾不住在香港 大概分裂是这样子的 所以重点是 大家尽量管控 可能爆发冲突的项目 赖清德在统独立场上的 一个政策走向 就变成是两方面要谈的问题 大陆来讲 他当然没有办法去管控 赖清德的台独政策首相 可是美国可以 所以美国就派 钦差大臣 动不动来就宣指 这钦差大臣有男的有女的 那一拿开就是 奉美成韵白宫照曰 赖清下跪皆旨 是这样子 等一下就会讲讲 到底是谁又要来下旨 好来 可是这个将军 你看其实中美高层的官员 要对话 这其实也是一种 管控危机的做法 确实还是非常的重要 毕竟有沟通总比没有的好 有对话总比没有来的实际 可是现在你看还有一些智库 他们当然也会拿主意出点子 但这个点子你说是好还是不好 到底是对于和平稳定 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还是帮了个倒忙 今天我们来看 有美国的专家 说这个是GTI 是一个智库 那么在这个里面 特别因为做了一个研讨会 探讨的是中国灰色地带的战术 所以现在其实要特别注意 说520之前 520总统就职 那么在520之前 那么中国可能再度的军演 或出动大批的共击侵扰 所以专家就说 不妨来参考一下菲律宾吧 对台湾这样说 台湾不妨参考一下 菲律宾的做法 因为他们认为说 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菲律宾在南海 他们能够详实记录 与中国在南海交手的过程 扩大宣传 创造国际影响力的做法 是值得台湾借鉴的 对我认为 他的最主要没有抓到核心 这个美国的华府智库 台湾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没有抓到核心 因为性质不一样 菲律宾跟台湾的状况 是完全不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首先这个是个 菲律宾的 它是关于岛屿的主权的问题 那两岸这个问题 是政治的问题 岛屿主权跟政治 完全是不搭嘎 怎么样去套用 怎么样去做宣传 怎么样去争取 国际的舆论战 这个都是 他们想的想法 我认为想法是很单纯 但是没有达到重点 我的好奇就是说 菲律宾的做法很简单 比方说他要对于仁爱交 在这边我们看到 马德雷山号在那里 一条破船 然后他们要实施运捕 结果他可以找外国的媒体记者 跟着去拍 拍了以后 然后当大陆看到 以水炮伺候的时候 那个画面就显得相当的震撼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就认为说 你扩大了国际的什么 国际的舆论 增加了这个媒体的版面 扩大宣传了之后 效果就很好 那台湾能怎么样 台湾有这种所谓的 什么仁爱交吗 或者是我们有这样的船 是要叫海巡去吗 还是叫我们的渔民去呢 然后再去带着外媒团 然后一起去拍摄吗 是可以这样类比吗 我们可以怎么做 所以说不能类比 因为他核心的问题不一样 因为菊律怀为止 他的如果套用在这边 会感觉到这个完全不搭嘎 感觉到反而弄巧成拙 反而本来想要做人 引起国际的重视 达到舆论战的效果 其实刚好达到自己 达到台湾 你看两岸 两岸都讲 我们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的主权包含中国大陆 只是说目前治权限于台湾 同样的 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也是一样 他包括台湾按照宪法 但是他的治权 只限于在中国大陆 只是他的比例比较大 我们的比例 只是相对的人数 跟所有的领土 相对的治权是比较小 是这个样子 是主权 是政治的问题 他这个是岛屿的问题 所以不一样 如果我们这样讲 他是可以诉诸国际 那这个两岸的问题 可能要诉诸到两岸的人民 十四亿人跟台湾两千三百万 是这个样子 他的不是 他是纯粹的到国际上面去 那有些东西 是在这个地方 反而这两岸这方面 纷争的纠纷的状况下 有些不要去做大 你做大 反而会弄巧成拙不好 你反而伤到自己 反而让国际凸显到 台湾在这一方面是短板 被人家看到了 台湾在这方面 他们可能做的是不对 因为跟中国大物 没有 菲律宾一点都不怕 被人家看成是短板 最好是这样 对 就是以大欺小 这个诉求就出来了 对 那如果是用 票用在台湾的话 可能我们认为 按照目前政府的原则 是原则不要闹大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 他现在所专注的 是希望能够 好好的经济发展 希望外资好好的 稳住在台湾 希望能够 稳住台湾的军心 如果是这样子 把舆论战做大的状况之下 可能外国人先看到 哇 是这个样子 好像跟对外已经搞开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还要再继续投资 可能就会稍微 中国保守了 同样的 在中国大陆两岸的 这种经济上的交流 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 这方面的贸易的益存度 37.7 是卖到中国大陆去 你这个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受到一些影响之后 那换句话说 反而舆论战的效果 没有达到 造成台湾的 经济上的下滑跟受挫 那这样的话 好处没拿到 坏住先行得到 不一样 菲林他不是 他是因为他在国际上 他跟他没有主权 之前的纠葛 只是岛屿的纠葛 只是仁爱礁 只是黄炎岛 只是鲜鹅礁 还有九张群岛 还有那个就是 我们讲到的这个中叶岛 就这几个主权的 比较单纯小岛的纠葛而已 没有政治上的纠葛 他们两个是互派大使的 很清楚 但是台湾跟中国大陆 是有政治上的纠葛 是有这方面的历史的传续 是有内战的移序 大家都打过仗的 从823炮战一直到现在 都有相关都是很复杂的 好 红婷 所以现在这个 是出了馊主意吗 而我们这个闹得 现在不够大 还要再闹得更大就是了 南海现在已经是 新风作浪了 所以现在还不够 智库的学者是希望 台海或者是在 惊吓水域周边 或甚至是我们的 周围的海域 都要来继续 把他事情搞得更大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言论蛮特别的 就是说我们要先看GTI 也就是华府智库 这个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他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应该先做个自我揭露 他是独派 独派的台湾人 在美的所谓的台湾人 捐助出来成立的 所以是我们自己 成立的一个智库 所以不要以为说 这个智库讲的东西 是所谓的 美国的专家学者的说法 或者外国智库的学者的说法 他冲击让我觉得 他等于算是 他虽然没有像远景基金会 这样子有所谓的这种官方的 这样的一个色彩 但他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着一点点 官方喊话的意思 但是这里面 你还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他现在的美台关系小组的 主席是谁 是川普时期的国安顾问 叫欧布莱恩 而欧布莱恩这个人最妙 欧布莱恩这个人 在川普时期 大家讲说反中最强的四个人 艾斯培 欧布莱恩 蓬佩奥 再加上一个巴尔 司法部长巴尔 对 司法部长巴尔 这里面后来 艾斯培出了一本书 艾斯培说 欧布莱恩是个疯子 他没有讲到疯子 他讲说这个人 是个鹰派中的鹰派 他有点像是恐怖分子 要不是他把川普拉住 如果是欧布莱恩 早就开战了 结果我们现在找这样的人 来做所谓的 美台工作小组的 他提的这个概念就是 你应该可以效仿菲律宾做反制 可是问题是菲律宾的反制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菲律宾是先跟人家用水炮 双方开始做互打 然后才告诉全世界说 我们打成这样了 然后来做反制 请问你叫我们 效仿菲律宾的这个模式 是说我们应该要用水炮 先跟大陆的船舰先打一仗 然后再告诉大家 就说我们现在大家紧张得要死 然后再让大家一起来吗 如果大家没来怎么办 所以坦白讲就是说 没来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看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要再看这个论调 你要发现什么 他们已经是鹰派了 而现在这个小组的主席 是鹰派中的叫极鹰派 就是超级大鹰派 他会讲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只能够就是说 我只能说他代表他个人的看法 可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我们来讲真的有利吗 我们真的能够想像说 有一天我们的船舰 现在其实中共的船舰 在我们附近 其实确实都蛮紧的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说 所谓水炮互相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如果真的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对我们的影响又是什么 所以所谓的灰色地带 如果水炮这个部分 也进入了灰色地带的时候 他也变成一个常用的 惯用的手法的时候 那灰色地带的下一步 又会是什么 所以原本保留的buffer不见了 那就只剩直接冲突了 那是更危险的事情 对 所以我就好奇 蔡委员您觉得 这个会是现在的 美国拜登政府 他们想要的吗 其实民进党做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要看看 美国他们的意思 意志 现在刚好就在520前 下周即将看到的是 AIT主席罗森伯格要来了 他这次访台 说三个月来就来两度 两次亲访 有人讲说 为什么要来得这么的频繁呢 那凸显说 是不是高度在重视 赖清德的520就职演说 所以他此行的任务 就格外的受到瞩目了 委员 AIT的主席在美国的官位并不大 但是因为他卡在一个钦差大臣的角色 不怕官大就怕管 所以台湾会把他奉落神明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罗森伯格为什么要频频来 就上一次讲得不够完整 这一次再讲完整一点 上一次讲得不够 这一次有所改变 再来更正一下 他基本上外交工作是上来玩的 而他代表的是什么 他代表的就是白宫跟国务院 真正的对台政策的意志 其他什么智库 我经常形容美国的智库 有些研究员脑筋都会短路 那写一些可以登上媒体报纸 比较夸大的东西 我说这些美国即使不叫智库 叫笨库 因为他真的很笨 但是罗森伯格的角色就不一样 他是政策的传达者 也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他这一次来 第一个就是要充分更详细的说明 上司所带来的讯息 现在可能稍微不同 第二个要看看说 美国要来参加赖清德就职典礼 相关程序的安排 要访问的路程大概是什么 基本上是这两个为重点 还有第三个 就有可能未来 今年可能更换AIT的台北处长 也做来人事上的部署 因为现有的孙小雅任期已经到了 他们外交官任期大概就几年 就调到北的地方去 轮掉得很积极 所以他这个任务来 所以我才会办调侃的说 奉美成韵白宫赵曰 赖清夏贵 不要以为总统很大 但是在美国面前 台湾的总统一点都没什么地位 李同会不是全大师大吗 这个也是苏兰整清国跟我讲的事情 有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不会讨论 就是说当时美国非常不爽李登辉的做法 就直接了当派他们国安会的一个什么 亚洲部的副主任 前面而来飞机降到松山机场军机 就直接冲到李登辉的办公室里面去 就直接指着李登辉拔着 我们美国不同意你这样做 一句话 如果你敢这样做 那我就不再重述 这个苏兰整重述 直接了当作威胁李登辉 直接了当作威胁李登辉 李登辉怎么样 平常耀武扬威 在我们国人面前一副那种 哇总统耶 唯我独尊 对啊 在美国人面前 一样要做三分板凳 因为这些人代表的不是他一个官位 他代表的是 美国总统跟白宫 对台湾下达的指令 而你只是我们边疆大力 简单讲 你台湾什么总统 只是边疆大力而已 什么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的主权在我们美国眼中 一文都不止 他基本上是这种态度 所以对台湾相对友好 一个美国学者 叫唐奈辛 他已经去世了 一个女学者 他在书里面公开学 台湾是我们美国的附属政权 所以现在当然 这次AIT主席罗森伯格 他带有什么样的任务 我想欢迎大家能够在聊天室里面 谈谈您的想法 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 也听听看 再做其他来宾的意见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德国专利 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尔吨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痰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的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未来这个钢厂 董事长是我 法人也得是我 两年前 他求着找到我带子去 竟然跟我要经营权 咱们大家一起干 必须我说了算 要是没有你 他能有今天 他有资格做在这里 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谁说了算 谁是老板 你来让我告诉你 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高厂 我都问谁我问 风吹慢下 4月2日晚间11点 中天娱乐台 谢谢大家在线上 一起来留言 那么接着我来请教一下 这个红婷 红婷我们看到 刚才其实特别也是 好也是真的 AIT主席 罗森伯格 来到台湾 真的算是比较频繁的 跑得比较勤 有人把他过去 这个AIT主席 Moriatti 当时一年就来个两次 可是他现在呢 可是已经三个月 两度亲自来访了 所以为什么要来得 这么密集呢 此时正逢520前 那么也马上引人联想 有没有可能跟 赖清德 即将在520的 就职演说 有什么关联呢 是要来看看 讲稿了吗 还是说要他改一改呢 真的是让人觉得 相当的好奇 洪婷 我在这里面分几个层面来看 当初默建在做理事主席的时候 是2016年到2023年 前期的时候 美国的政策 对于中国的政策 其实是相对和缓的 是交往政策为主体 一直到2020 川普他才改变了这个部分 可是川普一改变 对美中政策的冲击的时候 这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 COVID发生了 所以你拿他的来访次数 跟默建来比的时候 默建前期是没事不用来 后期是想来不能来 所以默建来台湾的这个比例 当然会相对的比较低一点点 我觉得这也是正常 那你说 但是罗森伯格 我觉得这个 比较特别一件事 就是他的身份很特殊 因为他是少数 所谓的华谱技术官僚 外交的技术官僚 他当过国安会的 所谓中国事务部的部长 然后在这个 中国事务部里面 去做过协调委员 他还做过什么 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他曾经当过 布林肯的幕僚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在这个时间点过来 当然大家可以解读的部分 就很多 比如说或许今天 大家在看的时候 有的人就想到说 民进党过去 通常大家现在所有的人 都focus在520的 这个讲稿里面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 对民进党来讲 很奇怪的事件 就是马前总统 要赴中国大陆访问 很多人就解读说 如果假设马前总统 赴中国大陆访问 表示中国大陆 对台的这个部分会和缓 是不是也代表着民进党 可能在讲稿上 他要往前一步了 这个时候 罗森伯格来 可能就是告诉你 就是说什么 大家稍安勿躁 你不要以为 就是说人家退你进 或者是人家这样子要做 你还是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些部分 或者是说他认为 目前在520之前 台海确实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需要做集市上面的沟通 这些部分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看得到 很特别的是 大家不要忘记 萧美琴才刚从欧洲 到了美国再回来 那这个时候 他马上又跟着 萧美琴的后脚来 那是不是就是告诉你 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可能 我可能已经跟美琴 这边有讲好一些东西 而我要确定你赖清德 你也要 你也要听到这件事情 你要尊重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因为他的角色的特殊性 所以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以去做解读 但是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支台派 在这个时间点到台湾 那或许 然后看他待多久 那他到底见了哪些人 然后想要做哪方面 这样的一个沟通 我觉得也表达 就是说 现在他们对台海 紧张局势的一个看法 对 所以其实确实 这不仅是520之前 也是这个马英九前总统 要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的事情 那你说除了现在 针对两岸的局势之外 中美关系者之外 那这个不是都说 要去登太平岛吗 国民党已经有立委 已经都把日期都定好了 他们在讲 AIT主席 可是我们台湾贵客 贵客来访 贵客来访 那我方的军事将领 到美国去的话 也能够被当作是贵客吗 那我请教一下将军 将军您看 现在呢 我说的这一位海军将领 他是唐华 他是我们现在的海军司令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指出 有六位已经是非常了解 这相关行程的人透露 告诉记者 说唐华他下周要去美国访问 要出席一场军事仪式 还要讨论如何促进双边的海军合作 要跟美国的海军军令部长佛兰切地会面 因为这事情太敏感了 所以消息人士还要求不具名 那么在台湾的军方 海军方面 甚至呢 在这个五角道大厦 都是拒绝评论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资料 这一次呢 根据报导 唐华将访问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所在地 夏威夷出席太平洋舰队的指挥权移交 那么4月8号到10号就要去华府 而且是要举行的是海空太空会议 现在不仅是要在海军合作 空军合作 还包括太空军方面的合作 所以这次此行的这个用意 会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要去的话 他多多能够跟外面交流 避门避门造居 这也是一个好事 让他开开眼界嘛 然后我要认为 但是有四件事情可以做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提出来 难得能够到印太司令部 去参加的指挥权交接典礼 难得能够拜访美国的 海军的军令部长 这两个都是他海军的 具有指标性的人物 我认为有四点可以做 第一个 美国的军舰 经常通过台湾海峡的中间 从南向北通过 到南海完毕 从南向北 从北向南 都来过 但是都没有跟我们这边海军 互相沟通联络 或者来一个海上的人道救援 灾难救援 或者是补级上的协助 我应该要有 不然我们都是募赢募送过去 那这个意义在哪里 我认为要 双方面有一些互动 我们买的那个记得级 是美军的军舰 这时候是不是提出来 不要每次看看你孤零零的过去 孤零零的回来 孤零零 你每个月都来一次 结果都好 大家只有募赢募送 这变成只有形式化了 是不是手上实质化 你的意思说 我们事先都不会知道 我们的海军军方都不会知道 就没有知道 然后没有任何动作 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些 无线电的勾连 或者海上的这方面的救援 或者救难或者是补级 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比较具体一点 不然你都是说帮助我们 然后做这些最基本的 这个人道救援 你都不要 那就没有了 第二个 今年是2024年 五月份开始叫环太平洋军演 环太平洋总共有26个国家 这一次是第二十九届 第二十九届开始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 刚好跟他军事部长讲 我们是不是可以派观察员就好 观察员我们派 派个观察员 我们就可以跟 可以跟26个国家互动 因为这个是个平台 因为他做的非常严重 包含子弹射击 包含反登陆 包含火炮 还有飞弹射击都有 科目是蛮多的 总共12项到13项之间不等 那我们刚好这个平台 是不是要争取 因为每两年一次 有一次我们就学很多 不然我们做什么 我们战略有多强 我们的子餐作业 这种联合作战 完全都不懂 我认为不宜 我这个时候提出来 交个清单给他 我们是不是参加 观察员就好 还不要变成正式的 不是我们派军舰过去 他可能敏感度比较高 我认为第二件 第三个我认为 海空号不是要 目前正在 很积极地在行动 在制造 海空号制造 我们从来没有制造 潜舰的经验 将来合不合适用 请美国派一个军方 派海军 潜舰部队来做评估 我们不要闭门 造一做做 哇不适合 来不及改了 不能改了 已经成型了 这个作战系统弄好 美军一看 哎呀你这个在海战上 你会吃亏 你这个 你这个我们讲到 鱼雷打不出去 你这个浅射的 鱼叉飞弹也射不出去 因为你这个射的 也不对 重心也不对 你叫美军来帮你评估 美军来帮你看 因为美军是有 海上作战的经验 演习的经验 非常的丰富 我们比较没有欠缺 你从来没有做过 不要做了木已成舟 才觉得不对 那不对的话 你这八艘 五千亿都没了 打水漂了 我认为要很谨慎 请美国派一个 拆一个组过来 一个team 二十个 这负责战系的 这负责鱼雷的 这负责鱼叉飞弹的 这负责海上搜索的 你要向他来做评估 这都提出来 大胆的提出来 就要来做 为什么不这样 第四个 最后一个 第四个我认为 我们的军舰都老旧了 中共目前一直在下水饺 都是新的军舰 我们的既得就老旧 买的就是二手 都是旧的 我们成功级是旧的 我们像法国买拉法 也旧了 三十年了 这个是旧的 中共一直都是新的 我们是不是 这一次提出来 一个清单 我们要换换军舰 我们德康夺洛加级的 飞弹巡洋舰 比较大一点的 是不是要这样子 请你在那边 我们要换军舰了 我们开出个清单 美国要释出 因为军令部长不一样 他的位阶够了 就是我们要提出来 你利用这时候 你不提出来 你到时候派 几个小官还敢提吗 你的小官 色色发抖 怎么敢提 大官分量够 提出来 清单先说 我们就提出这四点 这四点最小的要 最基本的要求 你应该去做 应该积极的去争取 这也可以 另外一个 测试美军对台湾的支持 的程度如何 这四个都接受 高支持度 四个都没有 又是募赢募送 我跟你 那美国也是只有讲讲而已 所以这是很好的指标 将军当然都是想说 为站在台军角度来出发 就是说希望美国 要给更多的支持 所以要提出列清单的 需求等等 但我就怀疑 如果你讲说军舰 那美国会不会说 我也很想要太旧欢欣 我也很希望能够 把我的老旧的船 好好的来维修 让它没有问题 让它更新更好用 对不对 来 戴宏婷 我要请教你 现在呢 当我们在看 大陆方面其实确实 有很多的演练 有很多的这个 试色啦 或者是针对台湾 作为一个目标 可是呢 最近当然 除了一方面 军事迷从这个 卫星影像有发现到 博爱特区 怎么都变成是 他们的标靶 这是其一 但是呢 大陆方面呢 就有强调说 也不需要那么的紧张 那甚至呢 你看这个大陆的 国防部发言人 他也知道 台湾这个邱国政部长 是睡不好觉 所以呢 他直接就用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说解放军时刻 做好准备战斗姿态 有充分的战略定力 还引用了毛泽东诗句 什么呢 就是不管风吹浪打 盛似闲庭信步啊 怎么好像感觉到 就是说 不断的在演练 在实弹 在这个实际上的 这个操练加强之外 就连这个发言人讲话 都显得充分要展现 解放军的自信呢 彭婷 我觉得我们以前 最常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通常在外交的 这个战场上 它其实是所谓的 这个国防战略的 这样的一个延伸 但这几年 因为鹰派当道 现在看起来 其实以前都是什么 以前都是 国防部开始讲狠话 对 然后外交系统 开始出来说 这个软硬兼施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 但这几年我发现 这种川普之后 现在开始都是什么 都是外交部 在讲狠话 然后国防部 在做什么 做比较保守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是 那在这里面 其实就表示什么 就国防系统 外交系统 其实他们是互为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现在 你可以看到 在军事上 我特别去设定一些地方 看起来就说 我在演练 那边是我有可能轰炸的部分 对 那他其实是在干嘛 他其实是在讲外交系统 不想去讲的话 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 中共在今年开始走一个 对外关系开始放缓 但是军事方面开始强硬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反而会让别人更看不懂 更紧张一些 因为我开始在做 这些部件的过程 包括还有之前将军所提到 夜间训练这些部分 夜间飞行的这些部分 紧急起降这些问题的时候 看起来他在军事上的层次提高了 可是他在外交上面 讲话的声音 开始又降温了 那我们最常讲一件事情就是 最怕就是什么 迅雷不及掩耳 通常美国有一句话 比较难听 叫做barking dogs show them by 会叫的口不会咬人 大家一直在叫 一直在叫的时候 通常大概都打不起来 但是突然最怕就是什么 最怕就是不讲话 不讲话 大家摸不清楚 他的这个套路的时候 突然瞬间就这样子 那个时候威胁 反而比他的动作更有效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两岸真的慢慢开始 走向这样的一个深水区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个部分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怎么样去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放缓 或者怎么样在这个地方 去做出一些放缓的动作 其实马总统在这个时间点他去 我相信他也是希望能够扮演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样子再来看的时候 你整体再看就是 当他的动作 外交如果放缓 该接球要接球 国防如果强硬 那我们该散的时候 我们要散一下 千万不要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为了要打什么舆论战 然后开始去跟人家喷水炮 对不对 如果双方不对等的时候 该散 在硬的地方散 在软的地方接球 反而可以让事情更和缓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处之道 对啊要聪明一点啊 好罩子放亮一点是不是 那蔡委员 现在我们也说 我们现在也要加强 我们的防卫能力 可是是到底是要保护谁呢 防斩首而已吗 因为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现在说要防范重要军事营区 外岛遭无人机袭扰 国防部2022年有编预算 什么呢 就是要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 那现在是说 由宪兵指挥部来采购 部署两套在哪 在博爱特区 反制敌方无人机攻击 两套能够有多大作用 然后现在是说 在今年的7月份要建制完成 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难不成现在是 已经早就知道说 博爱特区就是 大陆解放军的目标了吗 所以现在用两套 这个防御的系统有用吗 一点用处都没有 当然这个将军会更有专业经验 为什么没有用 大陆要斩首的时候 导弹直接来 他干嘛用无人机来放 不需要 第二个你说这个无人机 你这种所谓的 防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它是遥控即使就是用干扰式的 让无人机失去功能可以掉下来 但它有个很大的前提 就是当你这个满天防风 风潮行动都是无人机的话 你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用闽南语就是说 放个屁可以安顿那个狗狗的心里 放肥安高兴就是意思就是 我弄个东西我至少 好像心里面比较有个保障 事实上是没有诱促的 因为以目前中国的导弹 我们爱国者飞弹拦不住 现在我讲的是苏联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了 何况俄罗斯用构石导弹 打他的军情总部 乌克兰兵总部 大陆上超高音速导弹可更多 他打你总统府 你能逃到哪里去 连都拦不住 逃都逃不了 他们是假想说中国没有这样打 然后就来一个所谓海空军 海空已经都已经自空自海 已经拿走了 然后准备登陆 登陆第一个就是乌人机来 打陆军部队打宪兵部队 然后接着要登陆 有空中突击队就来了 他真的会这样打吗 我对怀疑 对不对 不过第一个的确是先打总统府 没有错 因为以前美军也是这样打 美军当时 台湾在日本殖民的时候 美军为了 他要第一个准备做冲绳岛的 所谓的台风战役的作战 然后他不希望台湾 岛上面的陆军跑去支援 他在台湾封炸所有的公共设施 他封炸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把总统府给炸 炸得像个围楼一样 第一个时间就没了 所以我不晓得 你这个防卫有什么用 这是让奈金的早点跑比较实际 好 来 待会广告之后也听听看 这个将军怎么看这件事 马上回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可以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 后康五村想不停来咯 想要调节胜利机能 加持行动与美颜朋友们 就快来霍康五村超想专区 推荐您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实际研德国专利交易贩白生态 帮助您睡得好 行动的也更好 请上霍康五村专区 通评下单 任选三件折150 一件就折300 快点go 现在买最划算 霍康优惠真的想不停 谢谢大家 线上的网友们 一起帮我们来继续按个赞 江峻宇 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是 要加强采购无人机 而且还要增加 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但这防御系统 真的有防御力吗 我认为它防御力道是有限的 它可能就是 但是我们应该讲 辽胜于无总是有 有总比有就两套 但是问题是 现在它对商用无人机 它干扰效果可能有 但是军用的没有 因为商用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干扰效果 一个是特定频谱 一个是全频谱 如果是全频谱的话 就很弱 对军用无人机是没有用的 你全频谱嘛 那对商用的 那些小的掉地上 没问题 军用没有办法 但是你如果特定频谱 但是频关很窄 你抓不到它的 你没有办法干扰到它 你频关就这么窄 那你只有两套 这个频关跟这个频关 其他是空的 那你就抓不到了 没有办法 而且现在的军用无人机 都抗干扰 你没办法干扰到它 它一旦设定进去之后 按照它的指令去飞 按照它的指令去飞行 去执行任务 你会没有办法 那空中那么多无人机 为什么没把他骗下来 骗不下来 因为它已经有抗干扰能力 是 它会识别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是这样子 还有它的卫星导控 卫星导控它有密码 你没办法去解码 没办法解码 根本没办法骗 所以这个科技就是厉害 对就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比你从来 没有办法 所以那你只有靠硬杀 你软杀没办法 你骗不下来也干扰不掉 不会掉到地上 那你要靠硬杀 硬杀就是我们讲的 你要靠飞弹 或者靠火炮 进破防御系统 锁到它一个弹幕 就出去把它打下来 那打下来的话 就变成 那成本就很高 很高 而且你要知道 硬杀会有榴弹 你这个炮弹 掉到哪个地方去 到处都会跑 它会掉到哪个地 哪个城市哪个学校 或哪个住宅 都有可能 所以我认为这两套的效果 是非常差 但是总是有 但是问题是效果非常有限 我们要知道 要针对敌人的目的是什么 斩首 斩首的时候一定过来 那过来是什么的飞机 我们要知道 是什么机型 有中国那么多的无人机 你要针对它的无人机 去了解 然后再去设立它的频谱 专用频谱 因为你不能全频谱 全频谱干扰不下来 只能做平面干扰 没有办法做立体干扰 你全频谱只能做平面干扰 就是低空 低度干扰而已 没办法做强度干扰 所以你要看这个短板长板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国防部可能还没有抓到重点 好 来那我们讲到国防部 现在国防部长邱国正 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不要说是两岸的局势 让他紧张睡不着觉 其实还包括他里的家务事 他的儿子金传 金传什么呢 被踢爆涉黄染黄 而且还有多段的影像 据说在网路上面流传着 里面有中英文对话 疑似提到工作跟国安议题相关的内容 那么邱国正后来说他地辞成 但是却也被总统府方面喂留了 就认为说他现在这个时机 还是要他坐证在他的岗位上 那么总统府发言人也特别对此强调 要坐证岗位 为什么呢 现在区域安全形势复杂 团队也现在要等着交接 所以不能让他走 要他继续的留任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国防部 方面有进一步的声明之外 其实在今天很多的记者非常的敏感 已经感觉到 因为什么呢 钟列祠的这个制祭典礼 他没有参加 居然缺席了 过去是非常罕见的 几乎都没有印象说 国防部长会不来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联立法院下个礼拜 说是要直询呢 据说也请假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洪廷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呢 轩然大波 两个问题 第一 是为什么邱国正就是要被留任 总统府的这个理由 你认为是不是合理 第二 现在呢 当然他的这个儿子 其实因为他也是涉及 国安工作的人员 结果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吃惊 洪廷 我就坦白讲 一开始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爆料的这个传媒 大家还开始存疑 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的 然后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讲话的动作自语 全都是疑问句 可是后来你看到说 国安部跟国安单位 开始大动作的去回应这件事情 就说这个大炮打小鸟 这样的一个状况 看起来这个事情可能起来有致 我觉得政府现在的态度 其实很简单 第一先分析 这是私德的问题 还是国安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跟国家安全有关 还是跟无关 还是他个人自己可能在私领域上面 就是比较这个部分 开始去做分析调查 如果涉及国安问题 邱国正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 就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总统府今天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相信一方面 第一邱国正对这方面的专业 还有对所谓的军中的这些部分 坦白讲在民进党政府里面 他算是压得住的 所以非他不可 你看他过去讲话的其实模式 还有他在判断台海兵凶站围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某种程度上他的讲话 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应该是比较 你讲话我比较能放心的 你看他讲说兵修站围 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结果国安单位出来讲什么 讲说他讲太夸张了 就不要那么那个这些 那你觉得谁 会对于两岸关系比较谨慎 当然是邱国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个人会认为说 他的留任我也会比较放心 那国安单位这里面 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说 你想想看最近出现什么 前国安局长陈明通出那个书 出了一本书讲说 抄袭论文这件事情看起来 然后沈柏安还写了一个句 说什么跟中共有关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说 国安局长 然后被人家写说被中共 对不对 被中共所谓的涉入统散 然后这些部分 然后国安局长还抓不到东西 结果现在国安单位 又出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上梁不振下梁歪 所以就说 你陈明通在认的时候 这整个系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出这么多的包 整个政府应该要赶快的 去调查这些部分 去整肃军纪 如果是国安问题 我相信这一群都是大地震 如果是私德问题 我们确实要把父亲 跟儿子之间的关系 把它整个切开来 然后又专业来做用人为才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讲 虽然现在已经是看守内阁 但是蔡英文要跟国人报告 这算大事 真的很大的事 这几件事情都是大事 都不能德国写过 可是过去 其实蔡英文任内 很多事情都德国写过 以前内政部长 跟警政署长 两个对干互告 然后后来还没事 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件事情也没跟国人报告 我还开玩笑讲说 谁能够把这两个人劝和 都可以去谈两岸关系了 现在国安局出这些事情 国安部出这些事情 你也应该要跟所谓的国人大众 解释清楚 不然我们会担心 所以到底是私的问题 还是国安问题 这件事情要搞得理解清楚 蔡委员 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不敢换掉邱国正 非要他不可是不是 当然我们不是说 要去质疑他的专业 但是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 因为爸爸是国防部长 儿子是做跟国安有关的工作 结果还居然是染黄 那不得了 把这个爸爸坐在那个位置上 其实也会引起很大的质疑 不是吗 染黄就民进党的标准来讲 性招待都合华化了 染这个黄 人家还付钱的 所以道德还高一级 就民进党的标准就是这个样子 要用民进党的标准 当然要用民进党的标准 对不对 所以已经有潜力在了 这个厚力我们就 比较淡然处置 因为你不习惯你不行 民进党就是这个样子 是 他未来还要混个四年 邱国正算是一个不错的部长 就国防领域来讲 有为有守 没有随着民进党其他人在起舞 特别在今夏水域的事件里面 可以看得出 他这个稳定节制的功夫非常的高 儿子虽然在国安当中服务 但是不归他管 那个是归谁管 顾立雄管 你顾立雄要辞职的是顾立雄 不是邱国正 这才合行合理 你不能说他的儿子出事 就一定在那里管 如果今天他的儿子 在国防部里面服务 那当然他是要被究责 他儿子是在国安局服务 国安局是归蔡明燕管的 蔡明燕是归顾立雄管的 顾大律师 要不要回去收律师 这才是对的方式 至于说他在卵黄的过程里面 有顺便有所谓国安的问题泄漏 如果他在监管国安的机密 国安局一定是无所不监管 国安的机密 这个问题就相对很严重 我们就期待你顾立雄 给我们一个答复 这才是对 你们大家都在谈求过 让顾立雄跑掉了 这好像也不太对 我们有没有故意在掩护 顾立雄的协理 还有跟蔡明燕的协理 他们两个才是问题的焦点 好 那请教一下将军 所以邱国正部长 是不是真的是深受 这个蔡英文的信任 因此就是非他不可 一定要留任一直到520 但是在520之后 那是注定把它换掉不可了 对 因为他这个 时间要一个多月了 我认为现在是稳定 压倒一切 稳定 稳定就到520了 因为他也是有经验 虽然有这些 他有这些的 我们叫染黄的 他睡不好 不是光关心国安 他可能他 因为他儿子的问题 造成他头大 也睡不好 是不是 他家事国事 不是光只是国事而已 他家事也是这个样 两头烧 两头烧 当然睡不好 往左边睡 睡不好想到国事 往这边睡 不想到儿子的事情 他怎么睡得好 当然睡不好 左右睡都睡不好 他是这个样子 他两头烧 真的是这样子 没办法 他的 这个儿子的事情 我相信 这个可能是 也许是冰山一角 我们很难去论断 因为能够出来的 我们知道 通常看到一部分而已 那往往后面 是不是有更多的 那我们不知道 会不会是抢国防部长 这个位子 背后也有很大的 这个角度 那抢国防部长的话 他们也要520 对不对 那这个是520之后 因为我判断 邱国振他在那边 当国防部长也三年 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按照 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的限制 能力也限制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能力 但是他限制 三年之后 没有再会有新点子 新方法 就是他一定受限了 他就是这个框框 他也跳不出去 然后军人的 一贯的思考的作为 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有时候 他是僵固僵化 他是受限的 那没有办法 那一定要换人 为什么要换人 因为换人才会改变 他会改变 在适应这个潮流 适应整个社会大众的 这方对他的考验 或者有一个新的想法 新的理念 新的国防政策推出来 不然也没有办法 那这样的话 国军怎么进步 外面的进步好快 结果自己还在那边 因袭救治 你会这样的 会 我们这样的固守不前 那这样的话 整个国军 我们可以看出来 冰水一降转 部长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如果你是非常保守的 是没有成 没有这种远见的 没有这种开创性的 还有没有这种 前瞻性跳跃性的 那你是没有办法 让国防部更进步 好来我们谈两岸 希望能够有更多民间的交流 尤其还有更多的年轻人 应该不妨到中国大陆 去看看走走 或甚至去工作 那但是呢 你看旺旺集团董长 这个蔡衍明先生 他在出席 这个在山东济南的活动时 他特别就谈到的是 期盼台湾年轻人勇敢 西进大陆开创市场 走进比台湾大60倍的 世界第一大市场打拼 好也许很多年轻人想去 但是呢这个洪廷 我们看到呢 这个两岸关系 气氛如果不好 那么呢 尤其是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那不断的去操作 那么是不是包括说 你说像马英九要去大陆 这件事情 就能够不断的 让民进党抹红产业链 一直不断的抹红 甚至连平面媒体 都形容说这个叫 民进党的血滴子 在隐隐作响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真正的好好的 让年轻人放心的去交流呢 其实你看从马锡议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马锡议会其实双方对等 在新加坡见面 互相等于是承认治权 但是互不否认 所谓的这个主权的这些部分 那某种程度上来讲 其实它就是九二共识的展现 那这个九二共识的展现 后来被民进党讲成什么 讲成什么自我矮话 然后后来又因为这个 习近平在讲说 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的 这些定义 然后民进党居然用习近平的定义 来定义九二共识 那时候我们也觉得 这个自我矮话的这个状况 或者逢中必反 恐中的这个状况太严重了 所以我还是回到一点 就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 知中派 知路派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但你必须先了解它 了解的方法 其实不外乎很简单 第一做功课 再来就是自己去看看 坦白讲自己心中一把尺 对不对 你落不歪 谁能统战你 谁能够影响你 或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刚才提到 当军事情报人员 你心里也是 你守不守得住那条 底线就是你自己的动作而已 对不对 要是今天邱国正他儿子守得住 再有多少人来诱惑他 他还是守得住 所以这些问题都在自己里面 不要因为就好像自己觉得没有信心 然后就觉得别人去哪里 就会被统战 就会被什么 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个好的帮助 反而就是说看看现在 在这么兵凶站围的时候 马总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其实坦白讲并不容易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在兵凶站围的时候 谁当割派谁倒霉 说老实话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要看看对岸 他能够释出什么样的一个善意 坦白讲在520之前 如果习愿意去见 如果习愿意去见马 对我看起来 我在看起来我也认为就是 这个限缩了 以他们的角度来讲 叫限缩他们的战略选择 某种程度上也呈现了 一个和缓的这个状况 那是不是民进党 如果发现这个和缓的状况已成 是不是他有可能会 多出一个可乘之机 我猜这个也就是 我们刚才在强调 为什么罗森伯格 继萧美琴之后 肖美琴牵脚回来 他就来 我觉得一个部分就是 第一就是美方有点担心 赖清德 还有一种可能更好玩 是什么 是肖美琴可能跟罗森伯格讲 说这些话我跟赖清德讲 他不一定会停 可能你们亲自来讲好一点 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 他自己才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亲自再来 再告诉你一次 也有这样的部分 但还是强调一点 就是说今天所有 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大国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谢谢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不要去做所谓的无是生非 或者是做所谓的 让敌意螺旋更深化的动作 对 蔡委员同意 没有错 我觉得洪廷讲得非常的好 这个敌意螺旋是已经形成了 但是能不能拖一拖 能拖就努力拖 不能拖的话也不要制造太大的伤害 这可能是目前唯一解套之道 马英九就是老计福利 这个已经不自在千里 可是还是要为两岸的和平 希望能够打住一座桥 民进党当然就不太愉快了 而且我就五二年要风风光光 展示我们台独又已经可以再连任了 你现在去帮我穿个小鞋 我受不了 每一个桑马后面都有一句情绪 但它不长 但它短短了 但是我觉得它很触碰到每个人的心 它就是很单纯 纯粹 我超可爱 记得给自己多一点肯定 你真的超可爱 其实有时候你手机如果放在包包里 你要从包包里拿出来 其实是很麻烦的 尤其如果你是背后背包的话 我出国的话都一定是会 就用挂绳 就手机就挂着 反正就一直挂在胸前 那你要用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拿起来用 有时候你搭那种捷运啊 或是公车 有时候人可能一多 你需要赶快抓东西的时候 你手机其实一放 你的手就空出来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手机挂绳 是非常的方便 它蛮有设计感的 再来是我觉得它 因为是比较宽的那种肩带 所以其实你背起来的时候 不会那么有负担 常会看到有些朋友 他们真的是一直在找手机 或者是手机放着 然后临时要拍照 他们又找不到他们的手机 所以我觉得推荐给他们的话 其实是蛮方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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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